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 叶永烈 第五部分 艰难岁月 8.毛泽东并修在会昌 在广昌炮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 失去军权的毛泽东是在瑞金南面会昌县的文武坝度过的 那时的文武坝是岳干省的省政府 省委所在地 是离县城五六里远的镇子 所谓岳干省 是1933年8月建立的 虽说是一个省 其实只包括余都 惠昌 西江 门岭 巡屋 安远 信康七县 只相当于今日的一个专区 这七个县的总人口 当时不过55万 那时的中共岳干省委书记是刘晓 据刘晓回忆 当时 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 是以养病的名义来会昌的 那是开了二苏全会之后 虽说毛泽东已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 但博古仍觉得他爱事 建议他去上海休养 李德则提议他去莫斯科休养 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 便说 我不去 我不离开苏区 不离开中国 我身体还可以 就到岳干省去休息吧 毛泽东愿去岳干省 除了跟刘晓廷讲得来之外 那里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长公更是老朋友 毛泽东带了三个巡视员 一起前往会昌文武吧 这三个巡视员是王首道 周月林和朱开拳 就这样 毛大帅来到小小的镇子文武吧 博古支开了毛泽东 就与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 当广昌大败的消息传来 毛泽东曾大为震怒 可是 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 他已奈何不得 他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7月23日清晨 毛泽东在岳干省的几位干部的陪同之下 登上会昌城西北的高峰会昌山 又名蓝山岭 毛泽东望着威夷的山巒 触发了诗姓 写下清平乐会昌一首 他曾为这首词写下一段自著 1934年 形势危急 准备长征 心情又是郁闷的 这一首清平乐 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 表露了同一的心境 毛泽东所提及的菩萨蛮及菩萨蛮大摆地 是他1933年下过大摆地时写的 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如下 东方欲小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明 战事只看南越 更加郁郁匆匆 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在写霸这首词之后 背起红纸雨伞 走向文武霸渡口 因为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 要他赶回红都 他望着田野 深情地说 好快呀 来的时候早到才有一尺来高 转眼已经抽碎 再过些天就要割合了 他告别了慧昌 在酷暑中 先是坐了一段小船 然后步行 七八十里的路程 走得他衣衫尽尸 毛泽东到了瑞金 才知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级军委 已做出了重要决定 即发布给六军团 及相干军区的训令 这一训令要任毕时 肖克 王震律 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 突围西征 为什么呼的派出三千多人的红六军团西征 那是因为在广昌大败之后 蒋介石军队步步进逼 伯谷 李德要红军节节抵抗 三个月来 蒋介石的包围圈越收越小 池塘里的水渐渐被抽干 看样子 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 这样 伯谷 李德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 以球和贺龙 观向鹰的红三军会合 如果此举成功 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 可以牺牲 沙洲霸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 有一颗巨大的炸弹的脑袋钻进土里 尾巴高瞧着 居然没有爆炸 红军赶紧在炸弹四周插了一排竹子 拴上稻草绳 竖起不许靠近的木牌 沙洲霸目标的暴露 是因为蒋介石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红十六军的军长孔和宠 兼任乡恶干军区司令员 1934年春 他被调往瑞金红军大学学习 这本事要提高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平 他却因此大为不满 他暗中勾画了沙洲霸的党 正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 然后借口到新国前线了解情况 偷偷投奔国民党部队 当蒋介石获知红军军军长前来投诚 大喜立即发去电报 要把孔和宠押来南昌 孔和宠向蒋介石当面线上 那草图 蒋介石正为空军找不到中共心脏 而骂他们草包 得到此图乃是意外的收获 于是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 接连三天对沙洲霸狂轰烂炸 这次空中突袭 本来是可以取得辉煌战果的 因为红军的那些防空豪防空洞 怎经得起重磅炸弹的猛烈气浪 只是国民党空军太不中用 炸来炸去 竟然只把那新建的中央大礼堂炸去一脚 此外无疑命中目标 经过这番狂轰烂炸 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第三次搬迁 这一回由沙洲霸迁往瑞金城溪19公里的云石山 至于那个孔河宠解放后被捕引弹而避 音乐水宠解放后被捕引人的下来